詞曲 三分钟概念 上次跟大家讲过Oxidation Number 其实有很多应用的 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帮大家去挖一些Redox的Equation 当然有些同学说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们用2.5Equation的方法挖就OK了 但是那些题目一分的 你又要把两条式挖了它 挖完再combine combine完之后还要重新写一次 其实时间是有点慢的 如果同学想加快速度的话 这条影片就帮到你了 好了,我们看看这些例子 现在他就叫你去写一条Full Equation for the reaction between Acidified Potassium Permagany的Solution 还有就是Antosulfate 大家都知道Permagany就是OA 另外Antosulfate就是一个RA 正常我们就要把这两条的Half Equation 就挖在它再combine 刚才说过 这样写的话太久了 我们一口气就将这条Full Equation 一下子就挖了它 将它们的reactant就放在一起 然后将这些product也都放在一起 这种做题目的方法 第一时间我们就要将它们的Oxidation Number 就先计算了出来 Permagany里面的Oxidation Number 就是正7 然后Ion Tubus当然是正2 后面那些就不用多说了 为什么要计算Oxidation Number 之前也有提及过 Oxidation Number 其实是能够indicate Elatron transfer 我们讲的它们的改变 就是它们收了或者放了多少Elatron In one mode的情况 OK In one mode的情况 为什么说In one mode 因为无论Permagany也好 还是Ion Tubus也好 现在画面上它们是一份的 是吧 好了 Permagany變成Meganes 正7变正2 它是收了五粒的电子 但是Ion Tubus變成Ion 3 它们的difference是一 就是放一粒的 换句话说 我们Ion Tubus放出来的电子 是不能够支持Permagany的reaction 所以它就要做五次了 OK 我们就乘回那五 正正就是这一步 就可以令到大家 到最后是不需要barger charge 这一步就已经帮大家去搞定 那个Elatron transfer的问题了 好了 再下去跟之前我们做的 Tool Equation Method差不多 现在左手边是有四个Oxygen 右手边加回四个水给它 然后在左手边跟回八个Hitrogen Ion 给它 就已经帮好整条式了 这样做的话 就快出很多了 好了 搞定的话 我们再看看第二条 我们第二条那里 就要去讲一讲 这个方法里面 有些什么细致位 你需要take care 如果这个细致位 不take care的话 只有快致 但有些题目做错了 就非常之不值 这次我们就是说 chromate 和Protessum R 但里面R做反映的 那条的Equation Balancing 但chromate 就是这一块 大家都知道它变Cl3剩的 接着I負变I2 为什么会抽出这两个例子 出来去讲呢 我们先将它们的reaction 夹起来写先 OK CR3剩 再加回I2 好了 仍然是计算 oxidation number 先 chromium 就正6 接着I負当然 就贠1 chromium 3 plus 正3 然后R din 是原素 当然就是0 理论上 这个chromium 它们oxidation number 的改变是3 然后R大的情况 就将会是1 那可能你就会说 咦我们是否直接将它乘3 就OK 好了 冷静点 先看一看事情 其实我们的dichromate 没错 它的oxidation number 是正6 但因为它这里 是有两个chromium 所以我们最起码 要将这一块 变成了二线 bar了chromium 这样做的话 你就要明白到 那个概念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它变成了两个chromium 3 plus 每一次都牵涉了三粒的elatron transfer 换句话说 这里就要乘2 就是6粒的elatron transfer 才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R大的情况 一样 右手边有两个i2 这个位置就要乘2 好了 然后这里乘2 就是两粒elatron 那当然了 到最后 没错 我们都是说乘3 但是概念很重要 此其一 其二就是 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dichromate 不是跟R大去react 或者R大不是跟Dichromate去react 只有一方 是需要做这些动作的话 你不做的话 就会糟糕了 好了 当我们知道了 它们现在的elatron transfer 是6粒给2粒的时候 在RD的部分 我们就要把它乘3 这里乘3 小心一点 前面那里有个2字 在这里 乘3的话 这里就会是6的成方 OK 好了 搞定了 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些o 对吧 左边有7个o 右边有7个h2o 左边有14个h 整 这条equation已经搞定了 好过你把两条equation 慢慢加在一起 是吧 好 希望这条影片帮到大家 记住subscribe 然后like我的radio share给其他同学看 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